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不识好歹 陈云师兄 你知道咱们楚师弟最近可是马上要突破了 单药缺得紧 作为外门大师兄 你难道不该像以前一样 关照下咱们的天才师弟吗 要想就来 别在这恶心人 废物还挺倔 给他点恶心 尽管打我 让我狠狠地斗 还不得 你这废物 吃了这么多年单药 不还是只有练起八层 就是 要有点废物的自觉 祖门把单药喂给你 还不如喂猪呢 怎么回事 这点事情这么慢 见过师弟 这家伙不是好歹 我们正教训他呢 云师兄 你又不是第一次借我单药了 这次怎么骨头这么硬 厨师弟 你还不知道吧 这家伙再过两个月 还不突破筑基 就要被逐出山门了 这几个单药 可是被他当成救命稻草了 师兄啊 两年前我刚来 你是练起八层 现在我都快筑基了 你还是八层 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就是 你这些年在宗门是吃屎吗 狼和狗这种畜生才吃屎 你什么意思 楚昊然 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 不明白什么意思 骂他们师弟 你找面 难道不是吗 楚昊然 当年你刚进外门 实力低位 云师兄 我对你可没少关照 甚至把进入灵塔的 修行机会都让给你 如今你却拉帮结派 欺压同门 多担药 你不是畜生是什么 还有你们 你们真以为 现在替他为虎作伤 等他进入内门后 就会带你们吃香喝辣了 我呸 这种人 只会好不犹豫地 抛开你们 诸位别听这个废物 胡言乱语 等我进了内门 定不会亏待大家 用户绑定成功 机缘洞察系统 已动成功 什么 楚师弟放心 我们肯定相信你 就是啊 我们都是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咱们可不是那个废物 这是 系统 没想到我都来到这个世界十八年了 系统才闪闪来迟 机缘洞察系统 也就是说 我可以查看所有人的机缘吗 一群枪盗 你也被他们借了您鸡丹 是啊 被拿走了一半 这群混蛋 我可以看见任何人的机缘 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缘 看 云师兄好像还被揍了一顿 得亏我没反抗 至少没挨揍 既然如此 我得赶紧准备了 楚浩然 这次 是我要夺揍你的东西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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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这里 师兄 这废丹多少钱一两 两门原石一两 这些废丹 竟然这么便宜 又知道 一般的丹药 两门零食都未必能买到一枚 这位师弟 别看都是废丹 但用处大着呢 可以拿去给灵兽当饲料 或者给灵草当肥料 那都是顶好的 这些丹药 确定都是废丹吗 正经的好丹药 我还能这么便宜在这卖 这都是炼药堂里报废的 我后院正好也陪灵草 老板 与其你在这儿浪费时间 不如一零食一两 我全要了 我身上原石不多 这些年的积赞 大多都被楚豪人抢去了 回去刚购买这些废丹的 行 这批废丹也确实不早好卖 便宜你了 不是 不是 这门也不是 这颗丹药有古怪 找到了 竟然是一颗尚皮约灵丹 现在就试试 丹药的效力如何 我感受到了 丹药在改善我的肉体资质 拓宽我的经脉 不愧是尚皮约灵丹 这可是松门长老 才被拥有的丹药 这下也许会突破练习八层了 正好现在试试一下我的修为 我这是 已经达到了练习九层了 而且似乎离助击 也只剩下一步之遥 苦修数年 不如一颗约灵丹 修仙之路 像我这种资质平平之辈 果然拼的还是资源啊 突破铸击 对如今的我来说 不再遥不可及 接下来 去藏书阁挑选一步功法 增加战力 仅仅是留在外门 还远远不够 只有进入内门 才能获得更多 老板 这个摊位原本是 早能费丹药的 不过他的货 今天早上一个年轻人 全买走了 也就撤摊了 请问 你知道是谁买草栋的吗 这谁还记得 好像是帝玄宗的 一位外门弟子 为什么我感觉 好像失去了什么 心里空老老的 老夫记得你 停在炼器八层很久了 如今却离筑机 只差了临门一脚 看来最近 你有所机缘哪 找了慧眼 弟子资质平平 多亏不久前 捡了个漏 这才能突破到 这一境界 以长老的修为和资格 光是园灵丹那样的 高级丹药 怎么每个月都会发放 但却显示无机缘 卡莱系统是根据个人的需求 来判断是否是机缘 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进去吧 规矩你都知道的 在修为达到九层后 灵萧宗便可给弟子 介约筑机功法 为不久后的筑机 提前打底 都是些大众货色 但对于我们这些 外门弟子来说 也是莫大的福利了 虽然只是打底的功法 但选得好 将来一段时间内 修行也是事半功倍 不是吧 云师兄 你还有没有自知之明啊 居然还跑到二楼来了 张老师怎么把你放上来的 这儿可不是你这种 废物该来的 甘心自觉点滚蛋吧 都是无机缘 这群家真是垃圾 一点用都没有 喂 云的废物师兄 怎么不说话了 要不要兄弟几个 送你下去 不想挨揍就快滚 暗闲的东西 都给我闭嘴 外门的拉姐 也敢在这里叫嚷 敢打扰我修行 回头我把你们舌头给割了 师妹们的意思 走了 我所段的家伙运情好 扔不起 扔不起 你还在这儿看什么 外门废物 我真不知道 宗门养你们这群垃圾 有什么用 还不快滚 啊 你 不 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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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呃 呃 呃 终于成功铸鸡了 不愧是宗门长老改良过的功法 效果比那些大路过好的不是一心半点 如果没有这部功法 我还不知道何时才能铸鸡 该去领取那门弟子的令牌了 见过之师 恭喜恭喜 陈师弟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轻人哪 没想到这短短几日 就从练起八层到了铸鸡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怎么可能 那个万年老八层的大师兄 居然铸鸡了 凡鸡鸡者都能加入内门 你的心灵牌最迟明天就给你送来 但你今后若想在内门 获取更多修行资源 还得看接下来的大笔 弟子明白 恭喜大师兄 恭喜大师兄 大师兄 和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心得呗 我早就知道 大师兄是百年难遇的天才 看看 哪里哪里 大家过遇了 如今我出妻了 一个个倒是殷勤得很 平时你怎么不见你们信仰我 果然 修仙界 实类就是一切 其余什么都是空 挺热的 陈鱼 没想到啊 陈师兄 你竟然能助击 就凭你的资质 没有大量的丹药 简直不可思议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下作手段 陈云这家和多么飞 大家都知道 我可是 除了看见不得人的事 谁还能看上他呀 就是 宗门任务 而且时间就在明天 这么说 楚昊然已经接下这个任务了 得想办法让他留在宗门 这样我才能去夺取他的那份机遇 怎么 不说话 不会是被我说中了吧 嗯 楚昊然 你是狼心狗肺的畜生 竟然敢侮辱我 哼 有本事 明天正午 我们去演舞台决一胜负 你敢吗 诶 楚昊然捉机了吗 没听说 好像没有 他还在打磨几身 好呀 我早看那楚昊然不爽了 大师兄终于能替我们报一回仇了 那你是想多了 楚昊然资质很强 练弃九层就激发过住机器的对手 哼 好啊 既然如此 我们明日就一决胜负 我要让你知道 你这种废物就算住机了 在我面前依旧还是废物 并且永远都是 上钩了 明天准时赴约 谁不敢应战 谁就是窝脑废 走了 自取其辱 这么有自信打败我 看来即使还没住机 还有什么杀手锏的地盘 可惜 傻子才和你打 你的机缘 是我的了 因为是猫人 这个人 他的手 真是 我真是 是 以后 有没有 真是 灯 有没有 有没有 这种妖兽明明性情温和且习性孤僻 从不主动攻击人类 为什么会发狂成这样 不管如何 今日我必须拿下它 不好 真是厉害 如果是没注尽时的我 可能一个照面已经没了 不过现在我只能说报线 看中 这是怎么了 这都过了一个时辰 要城市救人呢 清楚 反正没来着 这是在说什么事了 来啦 我们回来了 怎么样 找到那个废物了吗 没有 陈云不在他的住处那 是啊 咱们整个座门都找过了 也没看见他远 可恶 他竟敢是耍我 老大威武 那家伙一定是害怕和力截斗 躺跑啦 不是他体重要决斗的吗 这也太怂了吧 真替他丢脸 唉 还希望他教训楚昊然那家伙一顿呢 果然啊 哪怕助击了 他还是那个窝囊废大师兄 好险 如果不是我已经助击了 加上那门武昭宫对我的增益极大 恐怕今天 我已经交代在这儿了 如果不是我 拿下这头已经发狂的飞脸 就是楚昊然了 让我看看吧 风鼠星的变异妖丹 哼 就是这个了 果然不是普通的妖丹 多谢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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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仙人救命之恩 我们紫山镇必定铭记 上仙 捕制这妖兽的尸体 情况已经尽可能小心了 但没想到 我和这边一妖兽的战斗 还是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 你们拿去卖了吧 获得的钱 好好补偿那些为此遭灾的人 圣仙人 多谢仙人 是时候该回去了 一头丧尸理智的妖兽 都让我难以应对 如果来的是原本的楚昊然 那家我肯定不会陷我这么费劲 不过的决斗 果然是个正确的决定 回座门 把这份机缘 换成实打实的收获 看 那不是大师兄吗 他居然还有脸回来 他这是去干什么了 站住啊 陈云 你居然还有胆子回宗门 乔楚师弟这话说的 我不回宗门还能去哪儿 昨日你我约好比武决斗 为何你没来 你这缩头乌龟 还是你自己提出的决斗 结果又溜了 陈师兄 你还要点点吗 堂堂住鸡 却连练气都不敢打 真是窝囊废 整个外门都没你这么废物的家伙 放以前的我 可受不了这种侮辱 估计早就忍不住了 但现在 只要展现出实力 所有人都会舔着脸讨好 而反之亿然 一切他人的评价 全都是虚的 只有实力才是王道 我根本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 说完了吗 说完就请让开 别在这里等路 陈云 耍了我还想这么一走了之 那你想怎么样 简单 想要我放过你 可以了 你从我夸下钻过去 然后自己大喊三声 我是个窝囊废 废物 拉剑 如何 高 这招高傲楚师弟 陈师兄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做 反正你也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也不差这一步了 你说 陈师兄会干吗 不可能吧 真这么干了 岂不是在宗门里 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这还真说不准呢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那个 我要大喊三声什么 我是个窝囊废 废物 垃圾 没想到你这么有自知之明啊 神云 你还敢耍我 怎么 被说中了恼羞成怒 要动手吗 动手 飞剑 是真传弟子 他是谁啊 蠢货 那是武哲大师兄 听说在真传弟子里 他的实力也是扒尖的 你就是那个在紫山镇 斩杀了变异飞莲的人 是 紫山镇 那不是我原本要去做任务的地方 听说 那飞莲的妖丹 被师弟拿回来了 不知师弟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卖给我 武师兄想买 我哪有不卖的道理 只是不知 武师兄能出什么价格 一百元时 定且 我看你也注击了 等你今后进了内门 我可以承诺 多关照你一样 如何 真传弟子的关照 这以后还不再从门横着走 好羡慕 我也想被武师兄关照啊 这陈云 运气真好 是啊是啊 这武哲仗着自己的身份 一百元时就像白嫖的腰蛋 怎么 陈师弟 嫌低了 三百元时 外加一份真传弟子才能享有的丹药 怎么样 抱歉 武师兄 这个价格还是比我预期的低了点 什么 五百元时 三份丹药 陈师弟 一颗腰蛋而已 做人可别太贪 但 武师兄 武师兄 我这可是风系妖兽的变异腰蛋 那是 陈师弟 陈师弟 漫天要价 可是要遭人厌的 从门内除了我 还有谁要你这颗腰蛋 还有我 又是真传弟子 他是 他你都不认识 这是临时与临时节 这位恐怕才是触发真正机缘的对象 武哲这种小人 唱着自己师兄的身份 拿点丹药就想糊弄人 陈师弟 实不相瞒 你那枚风属性的变异腰蛋 我很需要 一千元时 十份高级丹药 如何 多确啊 随口一报价 就翻得一倍不值 巧了 林师妹 这腰蛋 我也是在必得 我出一千五百元时 十五份丹药 小子 怎么样 成不成交 两千元时 二十份丹药 台价 好啊 三千 三十份 这群厘子都这么好的吗 用一颗腰蛋 治愈吗 天降横抬了我的天 这臣药是用什么狗属的 就是啊 如果不是这家伙要杰盗 我才是赶到紫山镇干掉飞联的人 这个胡痴小贼 那些原本都是我的 既然武师兄非要为难我 好啊 我们今天就看看 谁能拿下这颗腰蛋 我出五千元时 五十份丹药 外加一件 法器 法器 疯了疯了 至于吗 那又不是什么仙丹 不过可惜 你越是想要 我就越不能让你拿到 六千六十份 法器我也有 小子 白白让你捡这么大一个便宜 我劝你见好就收 另外 告诉你 无论他接下来出多少价 我都能比他高 虽然武师兄都这么说了 那好吧 算你实相 陈师弟 我 我愿意卖给 陈师弟 并且 价格就按两千元时 二十份单要来吧 小子 你是重新和我过不去 看你活腻歪了 嗯 武师兄 怎么 莫非你还想强买强卖不成 很好 陈云是吧 我记住你了 这次多谢陈师弟了 不过 能和我说说吗 为什么你要便宜卖给我 师姐 我能看得明白 那武哲压根不需要我的腰单 他只是在阻止你拿都罢了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开高价 我如果真的答应了他 以他的性格 只会记恨我 让他掏了这么一大笔钱 所以 我更愿意以一个正常的价格 卖给师姐你 这样 至少还能得到一方的友谊 而不是让两边都记恨我 陈师弟真是个有趣的人 实不相瞒 我确实很需要你的风属性便衣腰单 我的灵宠风生兽最近突破在即 就缺这一位材料 那恭喜师姐了 不久后的宗门大笔 想必陈师弟你知道吧 知道此事 不光你们普通弟子 我们这些真传也要相互鄙视 而后 从中挑选出一个后补长老的名领 武哲是我为最大的对手 我们原本的实力难分伯仲 但若是我的风生兽突破了境界 原来如此 看来我还是要价低了呀 师姐 我能反悔吗 很可惜 我很小气的 所以不可以 这里面有大概一千多元石 十几份丹药 连带这个乾坤带是你的了 谢师姐 接着 林师姐 你这是 这柄飞剑对我来说有些用不到了 所以就便宜你了 可 林师姐 这可是飞剑 这还是太过珍贵 那就当时我见你了 近七级元 风生兽完美进阶 在不久后的宗门大笔上 战胜了所有其他真传弟子 被掌门选为接班人 助师姐 五蕴昌龙 您也是 有趣的小师弟 战胜二层 原师姐的丹药 不会是真传弟子 专小的高档化 有这批丹药 足以在大笔前 把我的实力提升起来 再接再厉吧 我和楚昊然 迟早有一战 陈云 楚师兄 别生气了 那淳云虽说 你给我提那个名字 都给我滚 混蛋 楚师兄 怎么上这么大级啊 得手说两句 快跑吧 可恶的陈云 那些混蛋都是我的 竟敢算计我 战魂剑 以外门弟子的眼光来看 你倒是学得不错 我实想 但这门剑技 似乎不是你一个外门 能学到的吧 这 你放心 我对你是怎么学会 斩魂剑的不感兴趣 重要的是 你和那个陈云有仇 有 师兄要我对付他 对 为了阻止林诗宇的风生兽进阶 我很早就收购了市面上 所有的便衣腰胆 可还是露骨了那小子 敢得罪我 他必须付出代价 不用 武师兄说 我也会让那个废物好看的 那家伙如今 从林诗宇那儿拿了那么大的好处 已经助击 而你 我之所以不选择现在突破 就是为了尽可能完美的助击 只要你助击成功 陈云依旧会像过去一样 被我踩在脚下 林诗宇肯定会盯理我 我不方便 初叔 此事就交给你了 怎么能 这里的丹药你拿去用 不久后的大笔 必须给那个陈云一个教训 最经意要弄残谈 武师兄放心 恭喜处师弟助击 这下处师弟一定能给那个 陈云点颜色看看 这些不学无术的废物 姑且现在还有点忧 大笔马声就要开始了 如今我已助击 需要搞一把合手的武器 去替我向大家借点钱 告诉他们 丹药现在可以不借了 只要零时就行 好 又是借 那个处师弟 你闭关的几日 那个陈云靠着丹药借连突破 如今已经是铸鸡三层 三层又如何 我如今的实力 照样能像过去一样收拾他 我们相信你 处师弟 只是 只是其他人不这么觉得呀 他们觉得如今有那陈云 会替他们出头 现在他们已经联合起来 拒绝交 借丹药或者零食给我们了 今非昔比了 老大 陈云 陈师兄 陈师兄 陈师兄不好了 楚昊然那个混蛋闭关结束 输金也注击了 那楚昊然现在去哪了 他好像 去宫训殿接任务了 还有两周多就要大笔 他现在不好好巩固修为 下山接任务干什么 不 此人七云一直好得惊人 恐怕此次下山又会有什么机缘 我得去看看 楚昊然在这里 神云 怎么 有把破飞线就觉得自己无敌了吗 如今我已经完美助击 大笔内日 我会让你知道 你和我这种天才的差距 请七级元 前往南阳府王家 帮助其击退变异赤练虎 在妖兽巢学内 发现地髓灵液 地髓灵液 那可是能提升资质的天地灵彩 这家伙 莫非是什么 气云之子 七约一个接一个 我耗得耗不完 不过对你这种人渣 我可不会不好意思 告辞 可恶啊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王兄 不是兄弟们坐地起降 可能赤裂虎是变异的妖兽 恐怕只有注击一伤的实力才能对付 我们兄弟们一个照面去挂散 可好啊 还差点把命丢了 我们哥几个帮衬了你王家 也不是一两年了 但这次 是真的不好对付啊 我不求各位干掉那赤炼虎 只要坚守宅邸就行了 王兄 我知道你派人去了灵霄宗挂委托 你是不是觉得 有灵霄宗的人来 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那头畜生了 王兄的如意算盘 恐怕打错了 灵霄宗最近正忙着宗门大迷 有实力的宗门弟子根本不会来接你的委托 这 也许会来一位 既然王兄觉得灵霄宗能修 那哥几个不奉陪了 看你手下那几个家丁能不能挡得住那头臭声 哥几个 胡老弟息怒啊 念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 求胡老弟再多留几日 我可以加钱 钱太多 你得拿命去想 我们可不想命撒糊口 除非 除非什么 王兄 宁言如今也到了代价的年龄了吧 你 哥王兄将宁言许配于我 我和几个弟兄自然愿意拼死守护王家 毕竟 那时候您可就是我胡烦的岳父了不是 这 小布 不愿意 那王兄你就等着看你拼尽半生建立起来的王家 最后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再给你最后一天的时间考虑 王兄 好好想想吧 记得想清楚些 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无能 爹 宁言 你放心 爹绝不会把你嫁给那个混蛋的 可是 如果林萧松还是没人来 那我也绝不能让你嫁给这个混蛋 他只是想借机侵吞我王家 这次 还真是被他等到了这个机会 都是我当年留下的祸根啊 要是我也能修炼就好了 我王家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惹人宰割 老爷 有仙人来了 仙人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几个家伙是怎么回事啊 阁下可是林萧松弟子 是 欢迎欢迎 我听说 这儿有一头赤练虎 哎 近期纪元 家破人亡之际 被林萧松弟子楚浩然救回 再回宗门后 觉醒通郁奉随之体 不会吧 仙人 请进 虽然还不清楚 通郁奉随之体 是什么体制 但 此女未来 肯定不可信量 绝不能让她成为 楚浩然那种人渣的助力 既然改变了 是因为我吗 这家伙 怎么一直盯着我女儿看个不停 会更赶走恶狼 又来了猛虎吧 抱歉 王家主 是我唐突了 只是看见你女儿天资过人 却毫无修为 不免有些惊讶 天资过人 可各大仙门来招徒时 我女儿检测师毫无天赋啊 有些特殊的体制 用一般的检测手段 确实难以发现 不过此时不急 我此番前来 是为解决吃脸虎的事情 还请和我详细说说吧 还请阁下进屋说话 快 先师远道而来 快去准备茶水 大哥 这下怎么办 盗嘴的鸭子都要被人抢了 不能这么算了 可 此人竟然有飞剑 修为更是到了猪气 我们毫无胜算啊 可也不能让这家伙 坏了我们的事 一会儿 你们看我脸色行事 不求 如今有灵霄宗弟子来 事情就好办了 不过赤练虎一事 我们哥几个最了解 不妨让我们和这位阁侠一起 胡老弟 你们几人不是不打算管这事了吗 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 孩子的老狗 要不是这小子来搅急 你敢和我这么说谎 这几位是 我们哥几个是散秀 王家家主此前一直雇佣我们帮忙保驾护院 那赤练虎此前就是你们在对付 正是 那好 你们和我详细说说吧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这头赤练虎是来寻仇的 是 是的 当年我就是靠那张完整的虎皮起的家 只是没想到 无意间放走了一只幼虎 多年后会成为如此灾祸 那老虎应该是喝了地水灵液才成了妖兽 但愿还给我剩一些 说起来 近几年妖兽出现越来越频繁 变异的妖兽开始屡见不鲜 罢了 现在的我 想这些也没用 情况我也了解 冰贵神速 我现在就去解决那头赤练虎 还请王家主派人引路 现在就出发 圣仙 是不是太着急了 你远道而来 不如好好歇息一晚再出发也不迟啊 我也能尽一下地主之仪 楚浩然那个家伙 这会儿应该正在赶来的路上 必须在他到来前 把事情都解决了 吃不一吃 降妖出魔乃我修饰天职 早一日解决 王家主 你也能早一日安心 不愧是仙门弟子呀 在下感激不尽 现在这里 驻上仙五蕴昌龙了 阁下 我们此前已经大致摸清了那畜生的老巢位置 不妨让我等为您带路 也好 这 尚仙请留步 尚仙 你有所不知 这几个散修图谋不轨啊 他们几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修行者 我王家发家后 他们就找上了门来找我合作 头几年到还好 拿钱办事 替我王家解决了不少土匪强盗 但这两年 躺得胃口越来越大 甚至还盯上了我的女儿想要强取 彻底侵吞我王家家产 这次要不是您来了 此时为何不上报龙缺位 前天王朝境内 他们专管这些修仙者 我闹出大案子 龙缺位是不会管这种小事的 这群人也正是吃准了这一点 总之上仙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哪 就怕这几人贼心不死 我明白了 多谢王家主的提醒了 追 别让他逃了 神门弟子真是豪气啊 俺也想有柄飞剑 这家伙不愧是助鸡 这连火都被他追得到处嗷嗷跑 你什么 一会儿那柄飞剑就是咱们的了 而且这家伙肯定是内门弟子 说不定还是个真传 白宝囊里肯定负得流油 都给我静点 这可是一锤子买的 要是让这家伙逃了 咱们就只能远走高飞了 净动了 还追不追 这兄弟 这就是那赤练虎的老巢了 只不过这里面屈颈通幽 错综复杂 那畜生在里头如鱼得水 兄弟们的实力实在是不敢进去啊 不如我们哥儿几个就守在这里 替你看着那畜生 不让他逃脱 也好 快 老三 把话题为牢真不吵 等那家伙解决了那头畜生出来 我们直接打他个措手不及 可别搞砸了 大哥你瞧好吧 这次绝对不会出错 这可是老子花大家才买来的 足以禁锢住住几五层以下的修饰鸡鸟 看什么 我们所有人一起上 无怕拿不上那小子 化帝围牢阵 起 什么 别这么惊讶啊 暗算他人的人 也要做好被暗算的绝物才对嘛 你 你一个宗门弟子 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斗手行修 少在那里恶心人了 你们不是已经准备好对我下手了吗 我不过是先发之人罢了 不服 你们可以去告龙雀位啊 兄弟们 这次想活命就和我拼了 这家伙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们 我拼了 我拼了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修行之人自诩超脱 实际上 也没什么两样 这是你逼我的 灭了你 这一期的胸尾 几乎匹美助击 妙吗 怪不得赶过动手 但可惜 假的就是假的 刀起不精 灵心不稳 没有蛮力 而没一击招式像样的 血友凭着 还想谋害我 作与的美梦 不好 再这样下去 来的真不是时候 应该是确认我和大度 把他引出来了 好机会 中门的高大宗 你给我记住今天 小桃 是出事了 你 幸亡的 都是你 害了我兄弟 给我等着 幸亡的家伙 心很少 牙子必保 若是不解决他 很可能去报复王家 可如今没了吃烈火的威慑 地水灵液 很可能为其他野兽 糟蹋 他远来得紧 这一整夜都快过去了 怎么他们还是没回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差错吧 父亲 去休息吧 也许只是狐妖狡猾 耽搁了一些时间 是这样就好了 就怕那几位恶徒 谋害了那位灵霄宗弟子 宗门出来的修行者 实力虽高 但毕竟没在江湖上混过 只怕着了道啊 哎呀 快拦住他 快去回吧 怎么回事 假如 不好了 胡帆内死他 胡帆 你要干什么 你把陈骁又怎么了 你这老狗还敢说 都是因为你不肯老老实实把女儿嫁给我 去找尊门弟子来 现在害得我兄弟们全没了 我今后也只能当个被通缉的逃犯 不过 你年妹妹 没事 那家伙不是说你有什么特殊体质吗 放心 今后我会把你带在身边双宿双修 咱们一起做对亡命愿意啊 哈哈哈哈 你做梦 拦住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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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人也想对修行者动手 谁给你的胆量 你兔子成全你 住手 嗯 嗯 我和你走 今后任你处置 但是 别动我爹 走吧 放开我女儿 老东西 放开我 爹 此地不宜久留 好 天知道那兔子在什么时候赶来 先带着这小娘们溜了再说 但愿他真的有什么特殊体质 这样玩腻了 还能卖给那些邪修 啊 母亲 啊 如果 如果我也能修炼 也有力量就好了 燕儿 哈哈 这事儿 你们留给我的画地围劳鎮 怎么 忘了 赶我一命 你让我做什么岛镜 下辈子 帮 Prevention 怎么办 啊 画地围都贵了 我贵了我太多时间 都赶上了 找." 陈逍遥 多亏了你啊 此恩此情 王某我 这事是我疏忽了 王兄还请不要怪罪 陈逍遥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你这次可是 来 把他用吃了 陈公子 你先前说我有特殊的天赋 我想 我想成为一个像你一样的修行者 宁言 你放心 以你的前置 绝对能成为强大的修行者 对了 王兄 我还有一事相求 总算赶到了 我是林肖宗接了委托的弟子 你们家主呢 哎呀 尚仙 你终于来了呀 这两天我可是连觉都不敢睡呀 那赤亮虎呢 大概在什么位置 此前你们是怎么对付的 尚仙啊 情况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那几个伞球去猎户 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 是的 那大致范围呢 比如他们是去的哪进行围练 那头虎妖平时又是在哪出现 这个我实在是不知啊 只知道在山里 山里 你要我把这附近的所有山都搜一遍吗 可是我实在是不知啊 给我一份这附近山的地图 好好好 我这就去准备 还请尚仙 稍作休息 这就是林萧松吧 走 我带你去检色天赋 今后 你叫我师兄就行了 请问前辈 这侧氏天资的启灵阵 竟然为何要拆走 你不知道吗 真传弟子们不久后的笔试 就要在宗门祭坛这儿进行 得等宗门大笔完了之后 才装回来 那不知前辈能否稍等片刻 我此次下山 找得了一位天资过人的好苗子 能否等他测完资质再拆 也行 反正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大家稍微先等等 有位师妹要测试一下 多谢诸位了 我 慢着 谁允许你在这里假公祭司 妨碍宗门公务 五师兄 我只是想为宗门 需纳一位优秀的弟子 谈何假公祭司 笑话 宗门每年都派人去周边村镇 挑选有修行资质的弟子 怎么先前不见他被选上 而你 你又凭什么知道他有什么天赋和资质 所以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你不过是见色起义 看人长得漂亮 故意把人带到这里来装模作样测试一番 然后找个由头把人家留在身边 名正言顺收为侍女罢了 那门弟子好像还确实有不少人这么玩 不过我可没这打算 陈明师兄 不会真的是 五师兄 你说了这么多 也仅仅是你的猜想 事实是什么 上宁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是好歹 立刻给我滚蛋 不然我已妨碍宗门公务的名义 何必这么大火气 五哲 宗门公务有机有怀 不知彼氏场地又不是什么急事 不妨让这位小师妹试试 也不拆这么一会儿不是吗 多谢大师姐通行大理 好漂亮的人 简直就像是仙女一样 立时宇 这难道仅仅是事情急缓吗 这小子假公济私 这种行为难道不该制止 你可不能因为和他熟就包庇他 否则人人都像他一样 宗门还了得 五哲 少在这里扣帽子 是不是假公济私 让这孩子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如果他是个好苗子 你现在百般阻挠才是假公济私 人人都像你一样 宗门还了得 瞧着脸的又刚上了 几日不见 林师姐和这五哲之间的矛盾和敌意 竟然都几乎不加演示了 看来这长老后不畏的争夺 果然极灵 既然林师妹都这么说了 那就给他测试 我倒要看看等测完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不要紧张 一会儿你站在阵中间 放轻松就行 白光是什么情况 那岂不是说明修炼资质极差 岂止是差 完全就是没有资质 看来林师姐这次还真是看错人了 我 一个毫无资质的凡人 这就是你所说的好苗子 看看 我早就说这小子是在假宫祭祀 浪费了大家这么多的时间 林师宇 这次你还有什么可说 陈师弟 这是 没想到宗门的检测法阵 也无法测出王宁燕的特殊体质 这下 只有一个办法 林师姐 我希望能请用泰玄五行阵 来为他进行检测 泰玄五行阵 你小子真敢想 那法阵消耗巨大 每年只启动一次 你要宗门为他一个人开启 这场闹剧你还没闹够吗 这就是一个炼器都无法开启的 废物 你还想因为你的面子而死 撑到什么时候 没兴趣和你说话 你 林师姐 还请给我一个证明的机会 我愿意承担任何后果 宁燕的 绝不是什么废物 而是真正的天才 这家伙是认真的吗 他做哪个儿童啊 有什么承担 够了吧 再闹下去 事情可就没法收场了 林师姐 可千万别信这家伙 既然你如此肯定 我愿意相信你 诸位 还请安放灵石 准备启动太旋五行阵 好 好 我倒要看看 自作自首的下场 可是 启动太旋五行阵所需要的灵石 消耗极大 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无妨 送我头上即可 师尊那边 我会解释的 林师姐这是干什么呀 那家伙是谁呀 林师姐这么相信的 脑袋越大越好 这下看你如何收场 又要怎么和我抢位置 别担心 你真的是天才 来 喝一口这个 这是 玉髓灵液 这家伙看来有不小的机缘 竟然有这等宝贝 感觉 喝下那水之后身体好热 系统果然是对的 天 天极自治 这怎么可能 天极 那不是最高级的自治吗 好像五折 也才只有地极 没想到那丫头 居然还真是 还丫头呢 这可是几十年 都没一个的天极 起码会被收为真传 这怎么可能 你凭什么能找到一个天极 你小子 你小子 刚才不是给他喝了什么 够了 是大长老 是大长老 见过大长老 天极自治 果然惊人 连大长老都出面了 孩子 你可愿拜入我灵霄宗 太好了 我愿意 好 今后 你就是灵霄宗的真传弟子 在你正式拜师前 就跟着施语修行吧 真传弟子 施语 如何 多谢师尊信赖 弟子定会好好教导师妹 真传 真的就直接封真传了 一步登天 不会是天极自治 何等让人羡慕 咱们门派总共也没几个真传吧 武哲 因为你的争强好胜 我灵霄宗险些失去一位天才弟子 为师这次对你的表现非常失望 今后 你要好自为之 弟 弟子 知错 还请 还请师尊 这就是真正的大修行者吗 只是看我一眼 就感觉压力深大 师尊 就是这位陈师弟找到了王师妹 太玄五行法阵 才能检测出来的天际自治 你是怎么知道的 弟子只是 侥幸而已 也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只要你忠于灵霄宗 宗门也不会多问 何况 你确实对宗门有大功 从今往后 你的丹药和灵师佩气 就按真传弟子的来发放 多谢大长老 近期纪元 于三月后 在灵犬秘境中 夺得上古仙器 陈世湖 上古仙器 林师姐给我的飞剑 仅仅是一把灵器都成不上的法宝 就已经能让很多人铤而走险 这上古仙器 可多么恐怖 一旦消息泄露 宗门能保住吗 陈世兄 多谢你能带我来林霄宗 刚才 要是如果没有你 我恐怕 今后 跟着林师姐好好修炼 我相信 以你的自治 很快就会成为宗门巧处 不管今后如何 你永远是我的陈世兄 师弟 这是我的传音玉佩 若是今后 在宗门里遇到什么麻烦 换我即可 希望你早日近身真传 有意思的陈世弟 真传弟子的待遇 好家伙 这下真是一飞冲天了 我咋就找不到 天机自治的师弟师妹呢 你们懂个屁 这小子最大的好处 是两个真传都欠了他人情 还是大人情 哪怕他什么都不做 将来在宗门里能横着走了 你们看 我师兄的脸都黑了 这家伙 先前就得罪他了 如今让他在大长老的丢了脸 怕是恨不得生吃了我 难怪师姐会给我一块传音玉佩 也是警告他 别想要对我动手吧 不过 只要在宗门里 这家伙也不敢轻举妄动 大笔就要开始了 得抓紧时间 消化掉那份地随灵液 提升我的实力 有天赋 终于找到了 怎么都是尸体啊 这畜生和他们同归于尽了吗 不管这个了 先找到地随灵液要紧 就在这附近 不是这儿 又是谁抢走了我的东西 小贼 不是个小贼 地随灵液的效果 远比我想得还厉害 我能明显感觉到 我的修为 虽然没有增长太多 却比此前 魂魂扎实了足足一倍 楚昊然 如今任你有再多的底牌 也休想分拌 陈云师弟在吗 陈师兄出来了 师弟 这是你这个月宗门的丹药 和灵石配契 按宗主的要求 你的待遇和真传弟子一样 另外 陈师弟你也是内门弟子了 虽说没法像真传弟子一样 一人独享一座山峰 但内门弟子所在的主峰 其灵器 还有聚灵法阵 也远比外门这儿要好 我已经派人收拾好一间屋子了 陈师弟 你随时可以搬去入住 多谢之事了 我随后就搬 好 今后若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 陈师弟你找我即可 千万不要客气 真是有意思 几个月前 我连丹药被抢都无人搭领 如今 因为执事却能来刻意骄傲 修行剑 还真是现实的不行 陈师兄 一会儿我帮你搬东西吧 陈师兄 有空常回来看看 今晚有空吗 陈云师兄 这一趟什么也没拿到 还浪费了修炼的时间 真是混账 楚师弟 你回来了 我不在的这几天里 我们没什么事吧 那个废物又在干什么 陈云师兄他 他现在 这不是狼心狗妃的楚师弟吗 怎么 去外面刨石回来了 陈云 你这个废物东西 别以为修为高了 我就治不了你 大笔那天 给我等着 看来 是没刨着吃的 不然也不会见人就痒了 倒是我 最近鲜血来潮 下山了一趟 收获颇风 怎么了 先是灭了只变异的赤练虎 结果 居然在他的巢穴里 找到了地水灵液 之后 又在一户姓王的人家里 发现了一个 有着通欲凤水之体的丫头 什么 于是我把他带到了宗门 大长老为了奖励我 为宗门找到如此优秀的天才 便给了我和真传弟子一样的待遇 怎么样 不错吧 王家 赤练虎 替死灵液 通欲风碎之体 你 他说的都是真的 是 是真的 是你 是你抢了我的机缘 你这个小贼 那都是属于我的 喂 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 平日里抢别人东西 抢疯了吧 要不要点脸啊 陈云学校 别理解中人 简直就是个疯子 罢了 大家理解一下 疯狗就是疯狗 看见好东西 就觉得是他的 正常 我 别了你 就凭你 该我了 住手 这是怎么回事 宗门内 严禁在 盐吴城以外的地方 私下争斗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爸 这家伙难道 不议让我伤了他 师兄 死人刚才见我 手中有弹药 居然宣称是他的 还想出手抢夺 大家说 是不是 如果不是我反应及时 恐怕 可不止这么一点小伤了 没错 楚行人这次突然就拔剑动手了 完全是要陈师兄的命啊 你放屁 那是这家伙 刚才自己故意 五指之徒 你剑上可还留着 伤害我的证据 铁证如山 你还想抵赖 这 师兄 你有所不知 死人阴险狡诈 平日里横行霸道惯了 此前就一直强迫外门弟子 交弹药给他 如今看见我这里有好弹药 他又想来抢 简直是无法无天 还请宗门 以宗法处置他 陈师兄说得没错 之前 他就一直抢大家东西 让着自己胸围高 就抢取豪躲 就是 他和他的几个狗腿子 绝不能饶了他们 绝不能饶了他 外门虽然纪律松散 但居然还有此事 不是 这是立马事 刚才是这家伙 故意升级陷害我 那也就是说 你此前确实抢夺其他人丹药了 我 先抓起来 是 你在宗门内动手 还伤了其他人 就已经是犯了宗法 抢夺他人丹药的事 我也会好好调查 如果真有此事 我会向长老反应 陈云 你别以为这事就是完了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等着 还有你们 我一个个都记住了 疯狗就是疯狗 现在还想着咬人 大家不要怕 只要你们团结 给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报复你们 何况 还有我在 按宗法处置的结果 最亲也是被关入大牢 直到大笔恐怕才能被放出来 到时候 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你陈云 我这辈子也不会放过你 死仇不报 我是不为人 闭嘴 安静点 从门快大笔了 还被关进了 真是不可理喻 浪费我的时间 这不是五折师弟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哦 我想和这位小兄弟 说几句话 不知能否 给我一点时间 这 不合规矩吧 纵门规定 天牢内的人 不许有人探望 好说好说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们聊 我去那边看看 事情我都听说了 没想到你居然如此无能 是陈云那个王八蛋算计我 他抢走了我的机缘 早知如此 我当初就该 够了 我没空听你解释 那魂杖三番两次和我作对 先是把便衣妖丹 卖给了林诗语 现在又害得我在师尊那儿 丢了大脸 我只要他付出代价 我可以 我保证能在大碧那天 给他好看 你 你自从住击之后 修为就没掌握 现在又被关在整天牢里 而那小子却靠着各种资源 突飞猛进 你告诉我怎么给他好看 我这里有一门密钥 搭配专门的功夫 修炼上个三五天就能让你实力大涨 打败甚至重伤那个陈云 不成问题 这种药 有副作用吗 要是没有 那岂不是人人都用它了 我实话告诉你吧 有 他对身体的负担极其大 哪怕你赢了 恐怕也得好长时间才能恢复过来 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透支未来的药 我当然要报复陈云 可 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用与不用 取决于你 当年父皇和女后临死前的惨状 我至今都列列在目 殿下 活下去 不要忘记今天发生的事情 今天始终完成 任务正式退出 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查 已经确定 金陵城外的天安门门主 便是当年的叛徒之一 这次正好拿它开刀 明日失诚了 我再给你十倍 小飘雪 你要基本不要 心愿子不错 周围的灵气浓郁程度 比外门高了不止一点 而且距离法阵的效果也更好 在这里休息 必然是事半功倍 你是 要我跟着你吗 喂 慢点 林师姐 还叫师姐呢 未免有些身份了吧 不知师姐这次喊我来是 这次的事情 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王宁燕的自治 几乎不比我差 假以时日 又是一位实力超凡的真传 而师尊让他现在跟着我休闲 也就是说 他将来会是我这一派的 而武哲那家伙 这次却在师尊面前丢了大分 这一加一减 你可懂背后的意义 也就是说 他对你 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 没错 而你觉得 他会怎么报复 让他陷入这个境地的你 他总不可能在宗门里对我出手吧 理论上是的 但别忘了马上就要开始的大笔 更别提今后的命境 我打听到 他似乎去地牢那儿 探望了楚浩然 这俩家伙凑到一起了 不太妙 楚浩然本来就抵御十足 如果 既然武哲先犯规 那么 我也不能置之不理不是吗 毕竟 你也算是我的人 师姐 多谢师弟手下留情 承让 三号比武台 陈云胜 陈师弟 你现在已经打入了第五轮 修为也符合条件 已经获得下次随宗门前往秘境的资格 还要继续打吗 继续吧 内门里修为比我高强的师兄弟们多的是 哪怕不能获胜 能得到诸位前辈的指点 正是我希望的 陈师兄 正去打进第八轮啊 听说进了第八轮 就有宗门方方的奖励 陈师兄 加油啊 你可是我们外面这些年最大的希望 不 陈云 我也打入了第五轮 我要和他比 按照规定 笔事必须按照名单来 而且 此事需要双方的同意才能 无妨 我同意和他打 正好我们之间 也确实有一笔账要送 这 陈云 停 放垃圾话的过程就秒了吧 对你这种人 我可不想浪费时间 我们直接来点实际的 输的人 给对方跪下磕头 学三声狗叫 如何 这太好了吧 这要是输了 谁还有脸面在宗门混下去啊 这俩人有这么血海深仇吗 好啊 这可是你说的 你们两个 左门大比是测试所有弟子的实力 不是让你们 有点意思 修行之人就该有点劣性嘛 可以 让他们比吧 说的也是 师姐 师姐 若是一味的耍小聪明 可没法在修行之路上走得长远 吴师兄 没想到你我之间的比斗都快开始了 你居然还有空来这里看比赛 怎么 莫不成你要阻止这场比赛 不 恰恰相反 我也想看看这场比斗的结果 要赢了城师弟 赢了的话 我就给你些特殊奖励 这陈云到底和林师姐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放屁 陈云怎么配得上林师姐 不管怎么样 陈云这个家伙太耳人嫉妒了 竟然和林师姐这么好 师姐 你这下可真是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了 林师姐 林师姐 莫非他也给这家伙 好吧 既然你们二人无异议 那么 比斗开始 彩云 你玩了 这家伙 雄园至少有出击四五层 完全不下于我 打了什么鸡血 为什么 有了密钥 你还是没完全压制住他 我几日闭斩你 磕了密钥的修为 再加上这小子不知从哪学来的展文剑 二者相加之下 那家伙完蛋了 住手 彼氏不可伤及性命 来不及了 初号人怎么会这么巧 陈师兄 躲开啊 跳下来吧 丢脸总好过丢命 我看见了 挡下了 居然一剑就 陈师兄是怎么做到的 刚刚那是什么 凭什么挡下我的这一剑 一瞬间就识破了 无数剑人里最核心的一剑 并将之击破 这是 灵霄剑法 这怎么可能 灵霄剑法 只有真传和内明的精英弟子在那学 这家伙就算学了 凭什么一下子 就到了小城的境界 黎世语 你 居然将自己的剑 一传给了那小子 好大的手笔 但这也意味着 你的剑技会有所下跌 你就不怕 接下来因此败给我 无妨 我突然发现 如果对手是你的话 缺失了那么一点剑技 也并无关系 黎世语 你竟敢如此说我 果然 刚才那招的负担极大 他的手已经不稳了 既然如此 陈氏兄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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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胜负一分 你们二人 慢着 我这位储师弟 就这么输了 想必定会不服 为了让他心服口服 我决定 再给他一次机会 去 捡起来 再来打 陈氏兄赢了 这是你自找的 陪我跪下 蠢狂 一力破强已经不可能了 还在用这招 去 捡回来 你 别拟拟拟的 木子 就乖乖跪下磕头 学三声狗叫 陈氏兄赢了 我这条命 也要把你 去 捡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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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捡回来 他这是怎么了 脸色那么差劲 我不会输 我要把你 把你跟 比赛停止 陈云获胜 他这是 服用了 技药的副作用 真是个 师父的废物 亏我冒着风险 把你药给他 等着吧 陈云 还有林思雨 这事没完 中文大笔 终于算是结束了 我成功打入了第七轮 虽然没有拿到 名次奖励 但也获得了下一次 最终门期望 秘境的资格 除化人那家伙 因为服用了禁用 最后导致全身 淋漫碎鱼 彻底成了一个 无法再修炼的废人 听说不准一次 事故自禁 放开我 已经被送下山 此生此命 只可惜 武车那家伙又盯上了我 罢了 如今 至少楚浩然 终于不再是我的危险了 就是可惜了 他那逆天的好运 今后要是想找个 像他一样 可以反复耗得大肥羊 恐怕难漏 怎么 和我见面 居然这么哀声叹气 难道陈师弟 你不想见我 不不不 我只是在担心 师姐 你这次赢了五折 那家伙可能会 拿我出气啊 我来找你 就是为了此事 五折这人 虽然天赋很高 但为人却心胸狭窄 两月后 你若打算随宗门 前往灵泉灭境 最好和我待在一起 如今 我也已经是后部长郎 算在宗门内 有一点小潜力 你先想办法 把修为 龙 龙血 这个世界的龙 都消失多少年了 怎么了 突然这么看着我 只是 师姐太漂亮了 把我看呆了 别有嘴滑舌 秘境之行 可不比宗门内的比斗 你的修为如今 在内门中 也仅仅是中等而已 至于天赋 别怪我说话直 哪怕你服用了 地髓灵液 也还远不能和 王宁烟师妹那样的 天才相比 若你真打算 随我去秘境 这两个月 就必须勤奋修炼 不可沾沾自满 要知道 其他宗门的弟子 可不会像武哲 或那个楚浩然 一样好对付 多谢师姐教诲 师姐对我不保 她的机缘 我也不好意思抢夺 但 如果有其他 宗门的人的话 陈云 内门弟子 筑基七层 在大笔中 进入第七轮 你确定要参加 此次秘境之行吗 确定 上去吧 此行切记谨慎小心 也切记 你是灵霄宗的一员 回去吧 再见 陈世兄 一路顺风 你也是啊 都拿点天才地宝回来啊 都保重 大家 陈世兄 我正回来啊 哈哈哈哈 风景不错啊 后来不少人这一趟 都有所收获嘛 师姐 你来得正好 陈世弟 我正打算和大家 开作战会议呢 为何除了师姐 其余人都没有 丝毫其缘 诸位前辈好 注基七层 雷师姐 你哪儿找来的 这小子 实力太低 很可能在这次秘境之行 拉我们后腿啊 你呢 能被林世姐招来 这小子肯定有什么 过人之处嘛 好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 内门弟子陈云 王宁烟小师妹 就是他在山下找到的 而且他的运气 一直很好 此行说不定 也能给我们带来好运 你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先来 我先来 我 萧纸和 一个月前刚解单 现在是金丹一层 主练的是灌红枪法 擅长强袭破阵 安小蕊 筑击九层 别看我修为不高 但整个纵门弟子里 也没人比我更擅长 破解和布置各类法阵 南辰 金丹二层 主练苍龙玉日刀 昂一声 金丹一层 不过 我更擅长练丹和疗伤 不擅长战斗 几乎都是达到金丹的真传弟子啊 而且人员配置齐全 这里应该很难遇到危险才对 为什么会 陈云 筑击七层 擅长 灵霄剑法 这几个月 我的全部精力都在提升修为上 不论是光法还是武技 都几乎没什么长进 唯一有所小成的灵霄剑法 还是师姐传给我的 好了 既然大家都认识了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刚才的会议吧 陈师弟是临时加入进来的 所以我再说一遍情况吧 灵犬秘境每隔十几年才打开一次 并且开启时间极短 往往只有数日到数周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尽可能地探索秘境内部 获取机缘 秘境内部具体是什么样的 有记载吗 记载有 但没太大用处 在进去前 谁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的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方一样 秘境每次打开 都和上次会有所差别 那 这个秘境又是什么人设立的 没人清楚 根据我从宗门的古迹来看 灵犬秘境刚被发现的时候 其内部非常小 只有简单的几块区域 但如今它的内部 已经演化成了一方小世界 并且蕴含数不清的机缘和宝藏 即使是我们的宗门 也没法独霸着它 只能和其他宗门势力共享 而这两个宗门和势力的人 将会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一旦在秘境内遭遇 只要对方觉得有机可乘 他们是不会犹豫的 那就是桂园宗和玄武学院 桂园宗是实力和底蕴 都不弱于灵霄宗的大宗门 门内弟子大多修炼桂园工 可将彼此元气连通 尤为擅长群战 至于玄武学院 乃玄天王朝的开国皇帝 收编了一大堆中小宗门后 建立的联合学院 弟子都是各大师家的子女 听说学院里奉行极为残酷的 优胜劣汰法则 毕业的人 大多都为玄天王朝和世家们服务 密集开启了 传送符没落下吧 放心吧 师姐 这可是保命的东西 怎么可能忘掉 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 可用不着那玩意儿 这是宗门 给每个弟子配发的传送符 可以在遇到生命危险时 推出命运回到船上的 理论上有了他 性命就万无一失 可 都是无机缘 是运气太差 确实没找到什么 还是说 走吧 按照惯例 我们凌霄宗是第一批下去的 小子 等着吧 大长老不随我们进去吗 拜托 灵犬秘境只能允许 金丹中期的人进入 你忘了 灵师姐金丹六层 已经是极限了 长老那样的 原因期强者 怎么可能进得去 进不去 怎么想都进不去 大长老这次来 是来坐镇的 其他两家 也应该各有一位 原因期的强者 否则里面的人 争抢得再多 岂不是一出来 就被截活了 所以三家都达成默契 不管在秘境里怎么动 出了秘境 都保持和平 可是 零音系统显示 他未来会进入秘境 难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变故 那些人是 一群没有门派的伞修罢了 这 不要紧吗 伞修大都天赋极差 灵犬秘境又限制了修为等级 不会有那种 扮猪吃老虎的家伙 也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给我们送菜的 话是这么说 但一会儿切记 不管遇到什么人 都要全力以赴 不可掉以轻心 这儿 真的是在秘境里 和外面的真实世界 完全没区别啊 假的啦 太阳 云朵和天空 都是虚假的 这儿甚至还有晚上呢 想要这次秘境之行有所收获 最重要的 就是抢在其他人之前找到机缘 所有弟子 按照先前组的队伍 在这里自行散开吧 每支队伍 都各自找一个不同的方向探索 是 秘境里 说到底就是看谁捡的东西多 抢的东西多 理论上 最后会厮杀到 只剩下最强的一支队伍 但因为有传送符的原因 只要有了收获 哪怕遇到其他宗门更强的人 也可以带着收获撤退 所以分散队伍探索 比大权剧团探索 效率要高多了 找到了 你们打算走哪儿 怎么 问这个干嘛 和你有关系吗 只是想和你们走反方向 免得咱们遇到 那我们就走平原那边吧 我们去另一边 巨量 系统都说巨量 那得是多少啊 陈师弟 走了 你还在瞅啥呢 不行 如果是其他宗门弟子也就算了 我扯这王八蛋 于公于私 都得好他仰跑 师姐 我觉得平原那边收获可能不大 我们应该换个方向 那你觉得 我们应该去哪儿 那那不是五折那家伙的方向吗 为什么要去那儿 喂小子 我听说你和五折那家伙好像有仇 但就算你想给他添赌 也不是这时候吧 对吧师姐 理由呢 实选 好 这次就听你的 不是吧师姐 那到时候要是发现好东西 我们还得和五折抢啊 你还真是宠贴家伙 这次 命运被我改变了 师姐 这小子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咱们就真的听他的 我们一直在这高空飞着 根本没去地面仔细搜索 这能找到什么 我折的队伍 因为是沿途搜索前进 速度偏慢 如今 已经被我们赶超到了前面 乱石连说的 应该就是这儿了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吧 去哪儿找那个鸟巢 是高线央兽 散开 去宝鸭 应该就是这玩意儿 可恶的扁毛畜生 别太嚣张 是冲凉好快的速度 干得漂亮 那么 妖丹我收下了 等等 师姐 留他一命 为什么 高阶妖兽的妖丹 也值不少钱了 难道咱要放过他 我在古籍上看过 这是巨宝鸭 喜欢收集各种宝物 来装饰巢穴 如果我们顺着他 找到他的巢穴 说不定 就没有更大的收获 居然还有这种 习性的妖兽 鸭力确实有喜欢 收集东西的癖好 小蕊 给他上一个寻机印 没问题 现在带路吧 希望我们能有好收获 看来他的老巢就是这儿了 这 这也太爱了 看来 那只乌鸦还真有收集宝物的习性 只不过这么多年的积载 如今却便宜了我们 每个人都挑几件自己用得上的 剩下的全都收进乾坤袋里 回去候大家在一起评分 哇 我的天 发财了发财了 白红剑 赤金铠甲 兵弓玄剑 这都是上品以上的法器 还有这么多高品质的零食 那我就要这个了 来 这个给你 这件法器你可要收好 这是 这块领域内 封印了奇兽孟杰的精魄 此兽极为擅长潜伏隐秘 激活它后 能帮你隐秘身行一段时间 哇 这东西可是躲避追踪的保命神器呀 师姐 我也想要 你又不是咱们中修为最低的 要这个干嘛 而且咱们有传送符 咱们已经理这玩意儿反倒是有些鸡肋了 只能拿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多谢师姐了 东西都拿好了 咱们就走吧 你小子 没想到听你的还真发了惨 师姐说你是个好运的人 还真是没说错啊 运气 运气而已 那么接下来 陈师弟 你觉得我们应该去哪儿 这个嘛 因为我的原因才改变了方向 虽说似乎必看有什么危险 他师姐的翼龙知己也没了 要不还是回去找找看那个龙骨墓 要不我们还是回原来的方向吧 可以 不是吧 那龙骨墓就这么凶险 小子和南辰这样的金单级高手 换了装备都没法跟着师姐活下来 我估计就更没戏了 啊 林世宇 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儿 你们找到机缘了 混账 那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搜索范围 喂喂 谁跟你规定的 先来后到不知道吗 呃 有能耐就自己找嘛 别看见别人找到好东西就瞎嚷嚷 好了 既然我们武师兄要这儿 咱们就让给他吧 走 好好好 我们走 林世宇 你敢 别再给我看见你 嗯 又是这个 照道理来说 其他宗门弟子也拥有传送符 想要击杀非常困难才对 看来这处密集 果然会发生什么大的变故 陈云 接下来想好打算了吗 我觉得 我们或许可以 去抢劫其他两个宗门的人 找到了 一进来却有大丰收 真没想到 这儿居然有地龙弦 这东西 可真的上有价无事啊 咱们运气真不错 嗯 什么人 已经有任何东西 哼 小姐 把好东西都叫出来 就凭你们几个 也想 师兄 这就是情报里林萧松那个首席 恐怕咱们 怕什么 打不过就溜 难道咱们 连动手的胆子都没吗 让他们见识一下咱们的实力 我们玄武学院 可不是他们这种娇生惯养 连血都没见过的弱姬 är 你 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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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啊 用底牌了 结果一招断龙 师兄 电子扎少 怎么办 又撤吗 留的青山在 不怕没拆手 给我进入今天 撤 慢着 何必呢 就这么退出数十年一次的秘境 你们可就什么收获也没了 那也总比被你们抢走好 那不不不 我们可是文明人 我们 只抢一半 合着你的意思 那我们还要感谢你了 抢一半不还是抢 不不不不 算一笔账吧 现在交出一半 你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机缘 但要是你们就这么回去了 可就只有这几株地龙弦了 这点收获 对灵犬秘境来说 怎么也谈不上丰厚吧 果然 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 要让他们全部交出 他们肯定宁可离开 也要让我们一无所谓 但如果只要他们一半 他们就愿意考虑了 当然 如果你们之后还是找不到机缘 再不计 也可以去抢比你们弱的队伍嘛 你们也只要他们交出一半 这笔损失 不就补回来了吗 好像有道理啊 咱们打不过他们 还打不过其他队伍嘛 师兄 这次要就这么回去了 咱们的收获可太少了 还有这么多天 肯定能找到其他机缘 或者其他队伍的 可以 地龙先给你们一半 但你们不许再对我们出手 否则我们马上就传送走 大人 我们可是文明人 言而有信 品相还不错 回头 我可以用他们炼制几位弹药给大家 接下来咱们去哪儿 继续找其他人还是 边找边走吧 我们就 往这边 我们就 往这边 走了 靠 这帮人不守武德 这 混蛋 秀为高了不起啊 走 我们也去找 比我们秀为敌的队伍 别打 别打 好了 都走吧 近期机缘 在西边的山间底部 发现龙纹黑金 我的天 锻造灵气的上等材料龙纹黑金 发财咯发财咯 你们给我等着 大家都不要冲动 一起交出你们的一半收获 我保证不会有人受伤 你压得 你压得谁啊 混家 是可忍输不可忍 有本事就来过过烧 都在这儿了 门呢 一半 你们可得守信啊 你们走吧 我说话算话 快跑 大腿果然是对的 哪怕最终收益 有五个人平分 但如果没有加入世界的队伍 关靠我的实力 可没法抢取好多这么多收获 这次秘境之行还真是来对了 我的百宝袋都要装不下了 感觉我接下去几年的修行资源 都不用发愁了 光是收获的灵草 就够我用好久的了 不过咱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这几次登赢 全都是靠林师姐构枪 加上我们遇到的人 也确实都不怎么立 玄武学院和归原宗的最强弟子 大概什么修为 至少也是金丹四五层 不会比世界差太多 要是遇上了硬叉子 我们几个恐怕只能拖十几后腿 怕什么 总感觉你这家伙带路 咱们运气就特别好 运气 运气而已 那就希望 咱们的运气能一直好下去吧 接下来去哪 记得刚才有个人的机缘 好像是在东南边的 又改变了 我明明还没 把刀前面有危险 我们换个方向吧 怎么了这是 奇怪 方向突然改变了 他们正在远离这里 你的占卜居然被察觉到了 这可真稀奇 不愧是那家伙耍了我们吧 他们 毕竟是同一个纵门的 风生兽的纵帽不是假的 我的占卜也不会出错 他们逃得了第一卦 也逃不了第二卦 看 找到了 现在他们正在暗望 怎么可能 我的六十四卦占卜术又被察觉了 到底怎么回事 奇缘一直在反复变化 难道是有什么人用某种方法追踪我们的 冒险起见 多改变自己方向 没事 跟着他就行 怎么可能 我从未失算的卦 完全失效了 那人 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推抗我的卦数 不 我不会就这么输的 我一定 停下 别再继续了 再站不下去 失败的粉丝会要了你的命的 带他去治疗 殿下 你是要 埋伏看来是失败了 但 至少我们知道对方的大致方向 林诗远的家伙 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他 你们尽管都跟上来 大家的机缘都不再变化了 看来是安全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针对我们 这一趟的收获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 只要师姐能够获得龙血 或许 有没有可能我能把师姐的龙血给 不行不行 师姐对我有恩 我在抢她的东西 我和楚号人还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 我的实力 恐怕也不允许我参与进去 只要林师姐越厉害 我这包大腿的 也就越安全 有人回来了 什么 我不已经 总算找到了 林诗远 你最近可是很嚣张啊 抢了我们玄武学院这么多人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啊 长公主殿下 这家伙 那是玄天王朝的长公主洛西 玄武学院如今的首席 曾经在两派的比斗上 被师姐打败了 听说之后一直怀恨在心 这家伙他 这家伙也和师姐一样 亲住了龙古墓 怎么 长公主殿下要为他们打抱不平 圣者为王 难道不是你们玄武学院一贯的信条吗 那群废物 实力不计有什么可说的 但今天既然让我逮到了 我居然让你知道 我已经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 那一年 你挡下了我两枚浮游 就让我看看 现在你要怎么挡下这六枚 给我 化为灰镜吧 爹 师姐 很好 看来这些年 你也不是没有进步 可惜 比起我还是差远了 依靠着你那头风生兽能躲过 我倒要看看 你的部下能不能躲开 喂喂不是吗 做了这么强的先进 击不弱想算什么好汉 他本来就是女的 当然谈不上什么好汉 这才对嘛 来吧 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 女霄宗的天智娇女 师姐要动阵阁了 不对师姐 后面还有增援 跟进我 要撤吗 师姐 和那风丫头打 咱们又捞不到好处 走 小风 让大家都跑起来吧 别想逃 那是什么 不清楚 注意秉息 冲过去试试看 殿下 山谷内情况不明 还是先稍作休息 恢复灵力吧 我的挂属 也需要时间恢复 灵泉秘境 何时有这样一个 迷雾山谷了 明明从没记载过 确实蹊跷 不过 灵泉秘境一直在扩大 出现新的地心 也不足为奇 没事 似乎只是普通的雾气 不是什么瘴气 看来那家伙 是暂时不会坠来 幸好这边 有这片浓雾 辛苦了 小风 不过再辛苦一下 试试看 能不能把这里的雾气 吹开些 这是 不对劲 这不是自然形成的雾气 没错 看来是有人 在这里布下了大型阵法 阵法 可 是谁在这儿布下的 不是我们灵萧宗 似乎也不是玄武学院 那么看来只有 归原宗这个可能了 不过他们在这里 布下这样一个大阵 是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有人 想在这里打什么主意 不希望被人干扰呗 难道 龙骨墓就是在这儿 小蕊 能找到路吗 去 去 放心吧师姐 阵法这一块 我可是专业的 你就等着吧 怎么散了又聚在一起 果然 除了掩人耳目的雾气 这个阵法 还有能让人在其中 迷失方向的效果 不过 要是以为这就难当我 就太小看人了 拥毛为木居东方 似五为火居正恩 身有属金 未在西 害死属水在 北边 找到了 闭眼的位置 这是 但是 怪不得一路上遇到的 桂園宗弟子不多 原来都在这里 不过 他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怎么了 被发现了 有人破解了大阵 估计已经看到这里的一切了 墓穴的入口马上就要出现了 而我讨厌变数 塞派几对弟子 去加强阵掩附近的防守 一只苍蝇都不许再漏进来 是 小心 看来桂圆宗 正在仕途族湖底下 发觉什么东西 而且为此不惜召集了这么多弟子 还布下大阵 龙骨墓 应该就在那下面 只是没想到是桂圆宗的人 正在准备开启 估计是上一次秘境开启的时候 桂圆宗就有弟子 隐隐约约探知到了那湖底有好东西 所以这次 就决定赌一把 这么大阵仗 那得是什么样的宝贝啊 咱们要不试试看 能不能抢一波 安萧蕊都说了 一大堆桂圆宗弟子在哪 咱们再抢 也不可能打得过那么多人吧 陈师弟 你有什么想法 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桂圆宗肯定会加强阵眼出的防守 强行突破和潜入 恐怕是很难的 所以 我们得找帮手 你的意思是 我们把林霄宗的弟子也都召集过来 然后和他们拼一波 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 咱们的弟子都在秘境各处分散着 光是找人就要花费大量时间 恐怕这期间 对方早就拿到里面的机缘了 不 我的意思是 咱们在这迷雾大阵的外面 不就有一伙天然的帮手 殿下 前去里面探路的弟子 最后都迷失了方向 不知不觉间 又回到了山谷岸 林诗宇呢 他难道没出来 目前没有发现 他们现在应该还在这山谷里 并且 怎么了 他们好像正在 靠近我 还在守着我呢 洛西妹妹 守护 所有人都随我来 别让他跑了 接下来我们左走 前进两百米 再往右 注意慢点安明事件 别把他们甩丢了 没问题 殿下 他的图门弟子不见了 恐怕 一群无和之主 难道还想埋伏我不成 继续追 看他往哪里逃 都听好了 都听好了 守夕马上就能打开墓穴的入口 那里面的机缘 只能属于我们归原座 但现在 已经有人发现了这里 一会儿 如果有人不自量力找上门来 都知道该怎么做吧 放心吧 师兄 知道 没任何服务我们 我们明白的 放心吧 请转告首席 让他放心 来了 隐蔽 不要出声 是挣扎了法器吗 康乃郑主就在后面 暗兵不动 上 不留火口 上 埋伏我 你们这是 死寻死路 成功了 成功了 看来你的法子奏效了 你这招获使东吟可真坏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陈师弟 交给我吧 这些怎么好像是 归原宗的弟子 确实是归原宗 殿下 而且这里的物器要弹很多 很可能就是这年 混蛋 我们被林师云那家伙耍了 天知道归原宗在这里 准备干下什么 混蛋 跟下死守 我们今天肖像走 拿起来他们 等等 这里面有误会 我们 一群垃圾 给你们脸了 随我抽散他们 这么出现 随我弟子听着 准备随我 休息 不好了 玄武学院的人打上门来了 兄弟们都招架不住啊 什么 玄武学院 这是 剑鬼 怎么是这个疯女人 住手 是你啊 是你啊 叶燃 这里面的好东西 我玄天王朝也要占一份 按小语说的阵图 到底在 那时 找到了 你到底怎么说 给句话 这疯女人确实不好对付 不如先将其救机围住的 等到了莫莉 再想办法解决她 别激动 长公主殿下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么我们自然可以好好合作 反正据我所知 这龙骨墓里的机缘 可不止一个 我们应当联合起来 不被其他人赞 洛西殿下 阵图已经破坏掉了 什么 哼 不是 那傻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混蛋 金狗玩鹰的 对的他们 那是什么不是 下面的无丧 说不定有大机缘 走 去看看 他们端起来了 他们端起来了 龟元宗弟子 撤他入口 前阵迎敌 不行 不能让他们如愿 现在局势还是对龟元宗有利 必须出手了 我们上 凌铃尸语 我就知道是你在搞鬼 你也敢算计我 少废话 这个机缘你要是想分一杯羹 就和我合作 想的没 这里面肯定有难以想象的好东西 咱们人都不如归原宗多 要是想夺取 姑且就先合作吧 可恶 真是让人不爽啊 别以为我怕了你们两个 所有内门弟子 用归原密法 援助我 快 变身 散 龟元宗的密法果然厉害 竟能将这么多人的灵气 增幅给一个人 两个无知的女人 见识到我们宗门秘书的厉害了吗 失去的就现在乖乖退下 你们是不可能战胜这个状态下的我的 是 这招实在是太赖皮了 这下怎么办 陈云 给我破 混蛋 这家伙是什么时候 开心的无耻小人 快一起拿下他 果然 这些人的灵力都拿去维持屏障 和共计给那个叶燃了 不愧是神师帝 适合当老六 无耻之徒 我宰了你 陈云 快躲开 躲吗 躲得了吗你 安命来 闪 这家伙 不害你玩了 先走一步 无耻的家伙 此地机缘只能是我的 你们这些废物 给我死守住这里 再敢放一个人进来 回去宗法伺候 快 守住这里 快 快 快 尽可能召集宗门弟子过来 我先去救陈云 林世宇 你这家伙 不好 你家伙的剑气 你家伙的剑气 千骑消散了 怎么回事 这是 我的灵力也全都不见了 小子 怕你往哪里逃 你 居然能接住我的剑 这 怎么可能 不止是我 这家伙的灵力也消失了 智勘 能 小枫 这地方 所有的灵力都消失了 林煦雨 看我哪逃 射石 怎么回事 我在灵力呢 糟了 如果在这里所有人灵力进食 那么唯一比拼的 就只有每个人的武技 目前我和师姐 在人数上占优势 可外门的入口 被归缘总的人把持着 师姐拦住他 别让你叫我喊支援 别想走 展开 没了你那些同门的灵力支援 你的剑技也不过如此 混蛋 你这家伙 是你 刚才那个偷偷摸摸的家伙 要不是没有灵力 你这种垃圾 我随手就能解决 得了吧你 你不也就是靠着那些把仙气啊 立刻投降 我考虑不上你 你休想 我可是 这又是怎么回事 快走开 是这个墓穴的防御极致吗 先走一步啦 这种想走 你们都给我等着办 我这就喊人来 该死 要是郭元松的人都冲进来 你和师姐剑技再好 一双血难滴四手 陈云 小心 师姐 往里走 你两个都是神经兵 没个灵气还敢往里走 天安之道里面还有什么威胁 我可不奉陪了 怎么回事 传送服巨人 失效了 等等我啊 那些石像 应该是追不到这里了 你 陈师弟 你觉得这家伙 该怎么办 没有机缘 也就是说 只要谨慎处理这家伙 应该够不成威胁 传送服还真的失效了 师姐 如果我们在这里干掉他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们敢 这个嘛 玄天王朝本来就一直对我们 这种大型宗门敌势 如果他们的长公主死在了这里 可能确实会有一些麻烦 毕竟叶然也知道 他最后和我们在一起 难保龟元宗不会联合皇室针对咱们宗门 既然如此 就暂时先饶他一命 如今我们灵力全尸 正好也缺一个探路的 这个该死的铁王阵 完全突破不了 各位 我又找到几个同门弟子 再稍微多来点人 黑河玄武学院的那些家伙 应该就能突破敌人 凶兴回来了 凶兴回来了 大金人就在这里面 都随我进去 给我炸毁这里的通道 什么 什么 不好 阻止他们 这下糟了 这是什么 灵力 我的灵力为什么消失了 都别愣着 冲过去 宁萧松的家伙已经抢先了 他们也没灵力 只要找到机缘 就是我们的 真是一群蠢货 走吧 看上去他们似乎追过来了 希望那些石像 能多帮我们一点忙 文成 这是什么 这里 好像发生过一场 惨烈的战斗 那是真龙的尸体吗 可 如果连龙和凤凰都陨落在这里 这会是什么样的战斗 不管是什么 赶紧跑吧 回原宗的家伙就要来了 落到他们手里 咱们可没有好下场 去那儿 这些人身上的衣服 他们至少是数千年的强大修士 你怎么知道 我可是皇室长公主 这些宗门哪怕早已消失了 在我们皇族的秘籍中都有过记载 你们凌湘宗和当年的这些修士宗门比起来 就是个不入流的宗门 那你们玄天王朝那时候 也不过是一个三流的小家族 这种修士死在这里 肯定有遗留下的宝物 怎么可能 为什么一颗灵石都没有 不应该 那个时代的修士 身上不应该有什么法宝吗 他们在那儿 快追下去 他们用不了传送符 立刻盖掉他们 现在怎么办 别担心 继续前进吧 只要比他们先敌他 不对 碰到就这么前进 不 我们反击 就在这里 你开什么玩笑 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没有修为和灵力 你要我们三个人 打他们几十个吗 我们所有人的修为不在了 但武技还在 我相信世界你的剑法 而且这里地形复杂 敌民无安 我觉得可以打 好 我们就会会他们 疯子 你们两个都是疯子吗 法复又还我 我不会再陪你们了 你们俩找死 别带上我 还给我 别犯傻了 现在叶然那家伙 摆明了要不惜代价 干掉我们独吞纪元 咱们现在是一伙的 你想活下去吗 那就好好听从我的安排 这里 可没你的那些手下拥护你 可是 我的战斗力 都是靠服用和阵法 现在的我完全没有 那就听我安排来 我会尽可能保证你的安全 躲起来了吗 给我去掃 找到他们全部干掉 接下来 不管机缘在哪儿 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 去寻找 是 是谁 是那个灭了我们 很多人的混蛋女人 别怕 她现在就是个废人 对 抓住她 她是个活世子女 临手心一定有赏 有白负 在那个方向 他们遇到敌人了 是谁 不好 你们找到人了吗 什么 可恶啊 宰了他 果然 郭元宗的弟子们 平日太过依赖 结阵作战 如今修为全武 又彼此分散 简直是逐个击破的 最好时机 小心 果然来了 林宵剑法 虽有其行 求其欲 怕不是别人给你的剑影 这是垃圾 你有资格说我 为了从宗弟子的灵力加持 你的剑技也就是二流水准 同为首席 你和师姐相比 差得远了 等我撕烂你的嘴 你就知道后悔了 首席在那儿 快 可恶 你竟敢 想都别想 你的对手是我 果然真的成功了 郭元宗主修炼器 对武器的修行 远不如其余两闻 唯一值得小心的 就是叶燃 虽然他的剑技不如我 但我想留下他也没那么容易 一旦将持住 其余人包围过来 如果是其他普通弟子 师姐 你能同时对付多少 三人以下没有难度 五人左右 我也能想办法逐个击破 这不还是没法打吗 他们又不是傻子 那就分割他们 这里 就是我们的预设战场 毕竟这里只有一条通道 我来吸引叶燃上钩 师姐 你负责围典打冤 叶燃的剑技虽然一般 但也至少适合 五折一个等级的 你对上他 可能会有危险 对 但他已经受伤了 而且他和五折一样 有一个弱点 太过自傲 所以一旦遇到错折 就会特别恼怒 而这 就是我的机会 这垃圾 给我滚开啊 没有其他人的灵力加持 你也不过如此 不用奇妙的归元族首席 你给我 有破产 难以置信 但继续下去 他们俩就要赢了 不管是谁赢 接下来对我可都不利 赶紧先远离他们 你 你这无耻的垃圾 如果不是 我一剑就能拼了你 尊贵的归元族首席 看来似乎从来没有受过伤啊 你仗着自己的身份 高高在上太久了 以至于你没有发现 如果一旦没了修为 和其他人拥粗 你就什么都不是 你 继续激怒他 最多再击中两次 他就完蛋了 快 快逃啊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师姐 快跑啊 加油啊 快跑啊 手续快走 我们断后 那是什么鬼东西 不知道 可能是在这 逝去的凶狮王魂 这次完蛋了 这次完蛋了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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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我没有 还不快走 你们安全了 那些王魂 暂时不会追到这儿来 啊 啊 你们三个 我建议都别冲动 你们也不想再被那些王魂追上吧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能操控浮游 对 明明这是我的法宝 你为什么可以操控它 你的法宝 不不不 这是我曾经遗落在灵犬秘境内的东西 仅仅是你的祖圣捡到了它 并把它带了出去而已 并且 浮游的真正用法 可远不止武器这么简单 那请问你是 啊 这是 这是我过去的样貌 我是这个古老目的的守护者 而现在 这里的封印正在慢慢失效 那些王魂就是从中逃出来的 我需要你们帮我加固封印 封印 这个秘境就是为死而代生的吗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千年前 排自尸骨道的一条空间裂系被打开了 这座城池的修士们 为了阻止数不清的王魂涌入人间 将整座城市 连同方圆百里的土地 封印进了秘境内 真没想到 几千年后的人们 居然彻底遗忘了这段历史 那些神兽 也是在那一战里逝去的吗 那该是多么惨烈的战斗 可 我们现在灵力全尸 只是普通人啊 而且这事儿 听着就很危险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做 因为我的主要力量 都需要用于镇压封印 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放心 有我的职业 你们一定可以成功完成仪式 重新封印那些王魂 想让我们做这件事 有什么好处吗 嗯 好处啊 硬龙凤凰和麒麟的精元怎么样 不用了他们 你们就能得到其血脉传承之力 啊 你 是说真的 可你拿什么保证 几千年前 这些神兽们 为了针压此地的王魂 陪落于此 我作为这个目的的守护者 收集了他们的一些精元 只要你们能帮我加固封印 我可以赐予你们 我和我的人可以帮你 不过他们 你们修饰依旧还是这么好动 完成仪式 至少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才行 如果失败了 你们可是什么也拿不到哦 好吧 既然如此 看来我们只能暂时合作了 总感觉 这家伙的话不可全信 是他 不惜大人 是 胡子 是 走 就是现在 是 赶紧去给人引开他们呀 这样下去 咱们全得完蛋 你们龟元宗现在人最多 要选是你去 你 赶紧做决定 不然可就晚了 你们几个 都洗衣一切代价 引开那些王魂 如果能回到龟元宗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还不快去 总能培育你们 就是为了今天 就是这里了 好 接下来 只要你们 等一下 我们的报酬呢 我的人几乎全美 你必须把报酬给我 我才会帮你 别提 我这不是重要给你们吗 这是 对 它们分别是应龙 凤凰 和麒麟的晶圆 这可是 此方世界 早已消失的神兽的遗产 要是有了这样的机缘 要是有了这样的机缘 我就能一步登天 接管龟元宗 那些胆敢不服我的神 统统都要付出代价 如果有了凤凰的血脉 你会如何 我 如果我能继承凤凰之血 我父亲 还有那些可恶的大臣和皇亲国戚 和我那些不成器的皇帝皇妹 他们有什么资格 阻止我接替皇位 欲望的气息 什么 世尊 我 没有让你失望 真奇怪 你就这么不想要这份机缘 弄虚作假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烛龙 你要我们干的 也不是加固封印 而是解除封印 我早该看出来的 我当然不是什么烛龙 我本没有名字 但你们修士 曾经给我起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称呼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这鬼东西很明显 在利用世界他们三人打破封印 既然如此 就把其他两个人给 你 他们曾经称呼我为 或是 因为我离人的贪念为谁 所以 什么是古道的裂锋 根本就是胡扯 那些修士 那些神兽 是为了封印你才牺牲在这里的 是啊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把我和这片空间隔绝在了这处秘境里 即使过去千年 那些亡魂也在下意识地守护着这里 可惜 你们外界的人类早里忘记这一切 为了一点遗留的采法 居然还不断地把人送进来 尤其是你们几个 能一路闯进来我深感欣慰 几千年来 我一直在等待有人能发现这里 也多亏了你们不断产生的贪念 让我恢复了一些力量 你到底 是什么东西 我是奇迹本师 我能将贪念化为信徐 是你们从群星之中将我灌了 而后却又不惜再以下 要将我封印 倒是你 远古神兽的传承放在眼前 这样的经验 你居然一点都不想要 想要? 但仅仅是这样 你休想诱惑我 是吗? 我这样 这 这是 我怎么会被神奉上了 想想看 这样的未来 难道你就不想去实现吗? 只要你想 我可以帮你把世间万物 都掌控在手 把一切 都收入囊中 对 只要你想 所有人都会对你臣服 我都确实认识一个 什么都想要的人 只要对自己有利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最终 却落得一个终身残废的下场 而我 曾经就是被他欺压的人之一 你 世间万物皆有代价 如果你 真像你说的那么无害 那些远古的修士 也不会不惜生命 也要将你封印于此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判断 你 就是一个纯粹的灾祸 我? 灾祸? 你以为我的力量 来自何处? 你们这些自水清高的修士 就离我好到哪里去? 既然你不想要力量 那你就化完危险吧 神风 就是现在 什么? 我 这是 该撤了 师姐 怎么回事 本座不是已经成为 不对 刚才发生了什么 可恶 你这 狡猾的老鼠 他要突破封印了 神经太高 在乎 在乎 是你代价 糟糕 我们要往哪走 塔顶 那离地有活路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相信我 我们一定能活着出去 只要把这里的一切 都告诉长老咱们 快 可恶 你这样就能困住我 不 这些可恶的兴世 这些可恶的兴世 就迟到回家回来的 快 快 快 赶紧 殿下还在 那边 这是 我师父 医生了 这是 是 灵力恢复了 我们出来了 师姐 你们可算出来了 里面发生了什么 殿下 殿下 你没事吧 天道不公啊 结果居然是 五归原宗的人 伤亡最惨重 这群可恶的奸诈痴 这七夕 至少也是一件仙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宝物 啊 周末菲就是大长老夺得的机缘 变七机缘 于三月后 在银泉秘境中 夺得上古仙器 陈世湖 可秘境不是 是 这是 上古仙器 是师父 大长老 可秘境不是有最高门槛吗 他们是怎么 不好 这是霍蛇的计谋 都当心 啊 啊 我的天哪 大长老和另外两家的坐镇长老 围着那个仙器打起来了 躲远点 远迎戏强者之间的战斗 根本不是我们能参与的 林霄宗弟子听令 所有人立刻撤离秘境 回到仙州后 即刻返回宗安 走吧 陈云说得对 继续待在这儿 万一被波及 咱们一个都活不了 嗯 总算回来了 师姐 你们在那个墓 都发生了什么呀 连整个灭镜 都发生了一遍 很复杂 恐怕一时半会儿 根本说不 师姐 这是 好强悍 甚至还有一种神圣的气息 这是什么绝世宝卧 林侍允 看看你们整出的动静 你们到底在那墓里干了什么 这是 某种神兽的精血结晶 你 林霄宗 这是没有案 此时我鬼原宗记下了 师父抢到那件仙器了 糟了 这下糟了 这是霍蛇抛给我们的耳 上古仙器都能问世 还被我们灵霄中独占了 哪怕我们解释再多 其余两台机后 就会更加不甘 学夫放心继续探索灵圈秘境 霍蛇 迟早会突破封印 你说得不错 此事 我们必须和师父他详细说明 谢谢 谢谢 谢谢